1 2 3 後悔沒去打疫苗沒想到今年6月比爾二度染疫後演變重症甚至曾經插管昏迷18天也暴瘦30多公斤 接種疫苗是目前最有效的防疫辦法 越來越多企業也催打疫苗 達美航空說從11月開始 為接種疫苗的員工這多付200美元健保費 美國佛州迪士尼樂園也規定員工必須在10月22號前完全接種疫苗 防堵Delta變種繼續擴散 繼輝瑞申請追加施打第三劑疫苗後 嬌生也傳來好消息 單劑式的嬌生疫苗追加第二劑可讓抗體提高9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